翘首女工猪猪棉鞋视频教程了 我们就用这两个姜黄色和咖啡色来搭 就是这一款 男孩子 就是这款颜色搭起来男孩子比较 穿起来比较好看 然后我们这款鞋子所要用到的内胆 就是我们家现在用的这一款 内里只是红色的 就是这款 就是那种丝光绒的 丝光绒的特别好的 穿起来穿在脚里面很舒服的 而且这个内胆呢 有什么好的 这个内胆的密度特别高 密度特别高 而且不薄不厚 穿起来正 就是特别舒服的 在冬天穿的时候特别保暖 而且这个鞋子 你倒是换季的时候 要洗的时候 都可以放到洗衣机里洗的 都不会变形 而且这个内胆就上起来的时候 会把鞋面撑得特别好看 会把鞋面撑得特别有形 而且不会变形 好 我们现在我们这款鞋子 所要用到的针是三燕牌的十一号针 大家在织的时候 用针用线千万不要用错了 你要用针用线用错了 套用我们家的编针说明的话 织出来的大小肯定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现在教大家起针 我们用这个咖啡色的线 做猪猪鞋的鞋头 好 起针 我们打一个小活结 打一个小活结 然后套到针上面 然后我们织的这款是二十三二十四码的 二十三二十四码 二十三二十四码 然后我们是 起七针 然后猪猪鞋的嘴巴 织八行 就是四个来回 猪猪鞋的嘴巴就是这个地方 织四个来回 大家起针 起针就这样啊 打个小活结 打个小活结 然后把针套上去 套到针上面 然后起七针 两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七针 起完七针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加针 总共起头起七针 我们加针就加七针 每隔一针加一针 第一针加针是把针压到线上面 绕过来 绕过来之后 把这一针第一针织掉 然后再 第二针加针 就把线绕上去 线绕上去 然后这一针直接织平针 然后这一针就加好了 现在针上是四针 然后再把线绕上去 加一针 就这样加针啊 总共加七针 好 七针已经加好了 加好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十四针 加了起头起了七针 加了七针 总共现在针上是十四针 十四针 然后我们现在错开 把针错开 调到两根 分别调到两根针上面 第一针调下来 然后第二针就用另外一根针 调下来 调下来 然后我们再用这一根针 把这一针调下来 然后再用对面的一根针 就是这样错开调 错开调调 分别调到两根针上面 调完之后 两边针上是总共是 就是两边针上的 单边针数就是七针 大家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弄错了 别忘记加针了 到时候两边针上的针 就对不上了 加针是每织一针 加一针 好 我们针现在调完了 我们数一下 这边是二四六七 二四六七 总共是七针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织 针的时候 就是这个 就是在这个 调完了之后 千万不要在这个背面 千万不要在这个背面 针啊 就是这边有条筋的这个地方 这个筋是放到里面的 我们针的时候是 这样子 就是调完了之后 对半分的时候是这样 这样针 然后就是 从这根针上针 这根针 这根针上针 织过去 自平针 好 我们这根针上已经织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反到这根针上来针 这边 然后织这根针 好 这七针也织完了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筋是在里面啊 这边这个筋是在里面 大家千万不要织反了 然后我们现在织的时候 就不是圈起来织了 我们现在是开始往回织 就这样织 这样织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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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织过去 然后我们现在在反面要开始加针了 反面要开始加针了 现在我们现在织反针 低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这样织反针 不是织平针啊 是织反针 好 我们现在知道这边 这根针上剩下最后一针的时候 我们加一针 在这两个针中间加一针 怎么加针呢 就把这个线 从这个针上面绕过来 这样啊 这个线在这边 我们现在织的反针 这个线在这边 然后我们从这个针上绕过来 然后这边 这针直接织过来 好织过来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针 这个针就已经加好了 加针就是这样加 两边都要加啊 这边加完这边也要加 这边这边也怎么加呢 就把这第一针织下来 第一针织下来 然后加针跟刚刚一样 从这个针上绕过去 然后直接织上针 这就是加针啊 每次知道这个反面的时候 都要加针 我们是在反面加针 不是在正面加针 猪嘴巴总共是织四个来回 四个来回就是加四次针 加四次针就是针上 单边针上 就是这个单边的这个针上 总共是十一针 加完之后是十一针 好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好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好 我们现在织到 这个加针的这个位置 知道加针的这个位置 我们不要直接这样织啊 这样织这边会有个特别大的洞 我们加织的时候怎么织呢 就从这个下面 从这个下面织过去 这样织过去 这样织过去 这样织过去的话 这边就不会有洞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不能直接织平针啊 直接织平针 直接从那个口子织的话 会洞会特别大 然后我们再织这根针上 然后这个夹的这一针 也是这样 从这个下面织过来 好 这一个夹 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线头的这个地方 有线头的这个地方 有线头的这个地方 是猪嘴巴的这个地方 是猪嘴巴的这个地方 这个下面 好 我们继续织反针 反过来织 低针挑下来不织 就反面织反针 正面织正针 然后我们知道反面这个 知道这边的时候 剩下一针的时候 这个两个中间要夹针 夹针就这样绕上去 然后这样 再织过来 再加一针 都要加针啊 每次都要加针 两边都要加 然后把线绕上去 加针 总共是这样 总共是这样 总共要加四次 就猪嘴巴总共要 织四个来回 织四个来回 要加四十针 就是织完猪嘴巴时候 单边的针数 这个单边的针数 总共是十一针 总共是十一针 就这样加啊 加针 正面不加针 反面加针 猪嘴巴已经织好了 现在针上总共是十一针 大家数一下 一针 两针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 我们换线 正面换线啊 这个十一针 就是从这个反面织过来 加完针之后 现在增上了十一针 然后我们现在换线 换线 就是这个地方 猪嘴巴已经织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换线 换这个黄色的线制 就直接在这个 正面这个地方换线 直接这样织过来 把这个线压着 大家换线的时候 把这个线压着 然后直接这一针织过来 就这样 加的这一针一定要记得啊 是从下面织 我们把这个剪掉 这个已经织好了 这个线可以剪掉 剪掉 然后把这两个细起来 以免拖线啊 这个加的这一针 加的这一针这样纸 从下面纸 换线的这个也是要加针的啊 直到反面的时候也是要加针的 这边加一针 加一针 我们这边总共是要 就是换这个 换这个黄色的线制的时候 我们总共要加 再加三次 四次 再加三次针 再加三次针 大家看一下编织说明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编织说明上说的 起七针 然后猪嘴巴之八行 就是四个来回之后 我们的猪嘴巴上总共是十一针 四个来回 就是每次加一针 每次加一针 总共加了四针 总共就是十一针 总共十一针 然后这边 加完几十针之后 开始收 侧面是什么意思 加完几十针 这个七次 这个七次里面 已经包含了这个猪嘴巴 这个地方加的针数啊 就是说 就是加完几十针之后 我们的单边上 单边针上 单边针上的总针数 是十四针 这个十四针里面 已经包含了 这个起针的七针 加上这个猪嘴巴上加的四针 也就是说 猪嘴巴织好之后 换线再加三次针 然后我们就开始收侧面 为什么要收侧面 为什么要收侧面 因为这款鞋的话 如果你这个侧面不收的话 我们是为了把这个 把这款鞋子的 这个鞋面 就是翻上去的时候 把鞋面压低一点 要不然你不收的话 这个鞋面会特别高 所以这个海绵上去的时候 就撑不起来 所以我们要把侧面 要 就要收侧面 就是我们 嗯 织完就是 换这个黄色的线之后 这就是加针 加到这个单边数上 单边的那个总针数 总共是十四针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收侧面 这个二十三二十四码的 总共是要收四次 然后下面每个码数 我们都已经列好了 就是这四行 收一次 总共要收四次 我们现在教大家 就是 按照这个 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 加针的方法 总共就加到 针上的单边数 加到这个总针上的 就是每两根针上的 每根针上的单边的 嗯 就是总针数是十四针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来收侧面 但是我们在收侧面的同时 已经加完 加完到单边上的 总针数是十四针 大家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就是加总共加针 加到单边上的 总针数是十四针的时候 我们现在开始收 这个 收这个 这个鞋的这个鞋侧面 收这边 但是我们在收侧面的 同时也是要加针的 一边加一边收 就是 编织说明上说了 二十三二十四码的 二十三二十四码的 总共是 四行收一次 总共收四次 就是加完七次针之后 就是加完七次针 这个七次针 包含了这个猪嘴巴上 猪嘴巴上 总共也加了四次针 加上这个七次 包含了这个猪嘴巴的 这个加的帧数啊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收这个 收侧面 加的这一针 这样直过来 在正面的时候 好 我们正面收针在 我们这边收针 先